谁是冠军 谁跟眼神 冠军是大家忠望所归的那个托克兽的开战鼻祖 东方说老师 对 可以啊 我问我线下演出的 我线下演出好像是10月中旬开始演了 我得再写点好的 因为节目消耗还是挺大的 所以说至少线下演出还是得对得挺漂亮的 也不能太差了 我理解观众可能想早点看到我们这些人 但是我们还是多少要点脸的 我的演出大概在两个小时之后 没事 大家放心啊 因为我已经写了很多好段子去线下演出了 因为尤其上了节目之后 大家可能对我的预期起来 所以我需要一些好段子来满足大家 而且线下有一些梗是没发现的 你想说半车这种梗的线下是很难想象 线下跟线下是有区别的 会来北京演出过去吗 会 但平时 要说不干这样子平常会干啥呢 平常会好好地活着享受生活 平常看看电影上场动漫呢 或者是宅家家的时候偏多了 而且好像我们这个圈抑郁症发病率还是有点高 其实还是对好好活着其实挺好的 我其实总觉得我其实想过为什么喜剧圈的抑郁症 就是我们如果算出艺术的话 艺术类圈的抑郁症发病率高 我想过一个原因里面是闲的 就是人闲的时候会喜欢思考很多东西 但是你思考很多时候这问题是没有答案的 是没有答案的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不停地在观察 在体会 所以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们得抓一些细微的情绪 会导致我们人有的时候会有一点敏感 就是因为他要捕捉那些东西嘛 你不敏感的就捕捉不到 但是太敏感了 所以就是很容易会想太多 但是我还好我有点没心理 你像这行工作996什么的 他忙的累的一天他就想睡觉 就马上思考那种 杨博你得知道一个事 就单演员不是每个人都写 我就很忙 什么你就很忙 确实不好意思川哥也应该提鞋一下下午了 但是相对还是比996个青春 其实我这期有一个感触是我很敢 就是很对你说那个这个菜类不是给你准备的 其实网上有很多不是分会有很多 有一部分人 有一些人他不接受我这个工作 其实我的工作本来就会稍微比这种工作受众少一点 稍微小动一点 其实有些人不接受我那么理解 我只是希望你们不接受的话 你们就别看 或者你说你不能接受我都行 但是你别骂我就行 因为我我现在想的是每个演员 他都监制自己风格 你找到自己受众就可以 是啊是啊中国中国那么多人呢 是吧 开开心心 大家还是要开开心心 真的没必要因为因为应证会生气 我觉得有时候有直播啊 这句话可能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个事吧 就是我自己个人的开发 就是说有时候大家在我们身上啊 投入了太多的情感 就是就是包括我看有的时候就就说 因为有的时候说我开场是不是公司黑幕什么的 是不是播到最新一期发现不是公司冷藏了我而是我要高升了是不是 其实其实没必要没必要 就大家看开心 我们我们只是 就它特别像一个事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一个管工汇报 就是你们看到的就是那个班 有的人说它是黑的 有的人说它是金钱的形状 他会对这个班生产好多的讨论 但是其实问题就是这个班只是一个豹子很小的一部分 他甚至不影响了这个豹子的秘识 就是不影响我们挣钱 所以说 所以说我觉得我觉得就是那不是我们的全部 大家不要把我们想的太好 然后也不要把我们想的太好 我们其实其实我们大部分都是普通的 大部分都是普通的 我们都是普通的 那我刚才有几个问题回答一下 刚才有几个问题我记忆中的 刚才有的问题是你们在上海 对我们都在上海 对我们都在上海 然后线下 我线下也我线下也是这种风格 就是目前为止我线下也是这种风格 所以大家可以去线下的话 也想听我这种话是可以的 你们公司有真CP吗 啊CP整个事 你精灵技不好经济 什么样子叫CP 算是CP了 我其实一直不太理解CP CP是情侣的意思吗 CP 就一对的意思 一对的意思 应该差不多这个意思 那还算一对 就是可能你像 你像广智和智晟 这应该就属于官配CP了 就是他们俩百个爱情 我明白 这个意思 那这么说程度跟海员 可能也能在那边 在那边 我来效果以后确实忙了很多 因为我除了写段子以外 我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 就是 就是比如说 管理 其实是有一些小的管理工作 然后我还 因为我还带着那个 算是整个公司的培训这一块吧 培训这一块 就是会有训练营啊或者什么的 我也会去当老师 也会去 去弄一些教材之类的 川哥有人问你会去西安 西安我去过一会儿 就是后边俱乐部再邀请的话 还是会去的 我们都是俱乐部邀请式 不能说 我想去打玩了 然后让公司给我办场演出 那是我的理想状态 但是我还没有 没有打开的那个程度 嗯 是我们的期望 我们的期望 回济南 我前一时也刚回了 刚回济南 和张浩哲 和广志 讲了一场 然后近期 近期 回济南只有一个商务 确实因为 十一期间 还有是我的训练营 我确实没有那么多时间 到处的去忙活 有个问题 波哥什么星座 他们太纠结我星座了 你啥星座 你也好心 我对星座没研究 我就是在想为什么 大家这么纠结星座的一个事 因为我也不知道说过 做病还是要往下屋 好奇不出这星座的一个事 这两个 哎 你觉得星座有严重吗 我 我还 因为我不大信星座 因为 说是 因为我是处女座的 所以我就不信星座 因为 超约说不信星座 因为处女座都不信 哈哈 不是 不是说一下都不信 我觉得 说的 不那么准 因为他 好多时候处女座有洁癖之类的 我还好 你也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 我是觉得星座这个事 他并不一定 就是对每个人都那么强 他可能是一个大概面上的一个东西 但并不是对每个人都那么真 对 不然的话你早善就晚善就怎么解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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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看 我们往后点 我们往后点看看 如果不做脱谷就是现在 不是 是 是这样 哦 sorry sorry 对对对 就是现在这个环境 就是不动提问 就是我们会不想问一些问题 所以我先问一下川哥 先问一下川哥 就都是都是非常犀利的问题 非常的犀利 一 如果不做脱谷 所以我现在可能在做什么 可能 可能大家全职奶爸 或者是写小说 可能就 就 就是没工作吧 全职奶爸就是没工作 对 基本上就是就是相当于 哎呀我太不喜欢上班了 我超级不喜欢上班 我可能 我以前的上班经历 基本上我上上半年 我得卸上半年 太凶后了 你们也知道我这个说话风格 一个公司人多了 可能给我得罪几个月了 人少的话 得罪起来也太快了 哎川哥 有人问你在哪 可以看你的小说 小时候我在效果工厂那个公众号里写过三四篇吗 其他的 其他的就别看了 其他的也没那么 后期 效果公众号里面看上了 可能没想说了 后期可能还会写 我一定等我闲下来 我现在有点太忙了 等我闲下来 我就开始在写下 可能写不了的 马上就要上手机编剧 可能写不了 我想我如果不做后果学的话 我现在应该在坐班 坐班是挺不好的 你那不是坐班 人家坐船 坐船 我下输了 我就不酷了 你下输了 你下输了 你下输了